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欢迎收看 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台北股市跌21点 21点不多 可是今天卖压非常的沉重 今天只有15%的股票涨而已 85%的股票都是跌的 今天主要在涨还是在涨台积电跟金融股 不可以这样啦 如果持续只有少众的股票在涨 大多数的股票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一股多头的气氛 那多头要延续可能就会出问题 等一下大盘的部分你用心听 今天的行情跟前一阵子的行情 明天开始会改观哦 听到没有 明天开始走的行情会跟今天还有前面这两个礼拜的行情会完全不一样哦 等一下用心听 礼拜五 道琼跌74点一点点而已 纳达克涨0.2% 非常报道体0.5% 美国股市还是很稳 还是在历史高点 你看礼拜四 道琼是涨131点 那礼拜五才跌74点 没多啦 起130点也没多 美国股市目前在历史高点 美国很强啊 美国很强的 那最近亚洲股市应该讲全球股市 最近全球股市最强日本 日本最近标很凶啊 这到星期五 这到星期五 今天又涨531点 今天大涨1.8% 你看已经来到29704点了 原本礼拜五是29149点 现在已经到29704点 这波上来已经快 已经要三千点了 已经要三千点了 涨幅10% 我们是8% 他们是10% 所以日本这边是最强的 这是日本是最强的 那日本今天大涨 台北股市今天反而涨不出去 生命管因 生命管因 上礼拜四 台北股市跌154点 所以上礼拜四要跟你们讲 我教过你们嘛 多头市场的铁率 欲藏黑隔日就是买点 也就是多头市场如果结构没有变 只能一根藏黑棒 不可以连三两支的 我印证给你看过了 只能有一根藏黑棒 隔天就要止跌 只能有一根藏黑棒 所以上礼拜四 跌154点 我说多头市场铁率 只能一根而已 礼拜五就会继续涨 果然礼拜五直接开高 又涨197点 礼拜五外资大买324亿 可是却台子期空单 够四星空单够四星靠船 我看到礼拜五外资台子期空单够四星靠船 我大概知道礼拜一没大气了啦 因为外资它除了买股票以外 它台子期做的量也很大 那台子期那个杠杆的效应 是20倍的杠杆效应啊 所以台子期的输赢更大 所以你看外资台子期的变化 对于航行短线的波动 其实参考价值是更高的哦 你看上星期是在大跌中 外资台子期空单回补四千口 所以補完后 拜五马上就大气了嘛 对 马上就大涨了嘛 那礼拜有大涨 外资虽然大买 可是空单又增加四千多口 所以外资这个空单增加 所以今天行情都走不出去 早盘一开盘又跌55点 涨上来变成涨116点 买博就又跌倒下来啊 收盘落21点 今天创这波的新高 17633点 这波总共涨了1385点 那今天外资买96亿 在买96亿的过程中 反而扛短又補3500口 所以最近外资的操作 其实也是忽多忽空忽多忽空 在台子期的部分做很大 都一天两天而已 那今天外资回补3523口 这个对于明天台北股市 又跌倒下来是优利的 所以明天台北股市多投再攻的机会 就很大了 今天外资买96亿 今天亚洲股市都不错 日本531点 香港237点 大陆股市上升1.1% 深圳涨2% 台北股市是小跌的 所以不要看今天下跌21点 今天上市只有153加涨 高达743加跌 平盘69加 那为什么整个行情已经涨1300点了 很多人感受不到这股气氛 你看融资还继续在减少 融券还大幅在增加 所以这波涨上来1000多点 大家没有感觉 很多人还甚至于继续卖 你看行情要跌的时候 要跌前我事先提醒你了 OTC我也提醒你要补跌了 有没有 解完之后补跌 第一根反转棒子出现 我就提醒你了 换转了哦 这支跟这支同样 解完之后OTC是不是也上来了 那大盘在最低点的时候 16248点我也提醒你了 国台里的协会哦 说完之后礼拜一马上大涨 对第一根棒子出来 我说定还神针踹啊 这支跟这支同样 反正讲完之后一路涨上来 那现在不是17300啊 已经到17600了 已经到17600了 很多人这一波股票杀完之后 不敢买还一直在做放贯 这就不中了嘛 高点低点出现前 我都提醒你了 你方向不要做错掉 方向做错掉就没效啊 大盘方向结构出来了 重点回到个股 你不要那个基手影响啦 涨了1300点又如何 对不对 整个大方向结构出来 个股开始轮动 掌握轮动的顺序就好了嘛 是不是不要被指数给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66% 这个主流地位很明显 大家可以继续拉近 这些股股的部分更少 存16%而已 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还有19% 现在剩16%而已 存16%而已 存16% 新高量存 627亿 收水掉了 收水掉了 你看这些股股持续大跌 上礼拜五 也是大跌 叔叔你不要急啊 急也没有用 急也没有用 还没有轮到他 你急着买也不行嘛 对不对 你看这次股股 我在6月30号的时候提醒你 结束了 每一波景气循环都只有 16到18个月结束了 你看说完之后 长龙一路拌来50% 扬明拌53% 下到尾越交割一直踹 摔到尾越交割一直传出来 航股原本成交量 2894亿 现在存多少 现在成交量航股剩下600亿而已 存600亿而已 存600亿而已 剩下四分之一啊 所以你急没有用嘛 你急没有用嘛 又要破底了 有没有 又要破底了 破底了 所以不要急了 航股可以购 我会带会员买 到时候你再跟我一起买就好了嘛 对不对 价格跟时间我都设定好了 你不用急了 这波行情的上涨 从台积电开始的嘛 外资大卖台积电 我提醒你 卿收起了 外资大卖卖不下去 果然一上去 那外资打压都没有用 台积电底部出现 大盘底部也确认了 外资真的很厉害啊 在低档大卖 拉高 反而追加大买 所以这波从台积电带上来的 从台积电带上来的 上星期是外资跌154点 外资买联电 国泰金台积电 还是继续加吗 礼拜五 外资买324亿 联电第一名台积电第二名 一系列的金融股 外资用金融股 用联电台积电 来扭转这波的劣势 我跟大家讲过 今天台积电又涨11块钱 最多涨18块钱 你看这波台积电 从551 涨到今天638 起15% 降机首降771点 所以指数一半 是被台积电给占走了 今天台积电占了93点 所以你把台积电给扣掉 今天应该跌了100点 应该跌了110点 那联电这波 也是外资加码的重点 原本买26万张 昨天一天 礼拜五一天买了8万张 我会跌了8万张 那联电这波要扣起来 28%不错嘛 对 可是今天外资大卖联电 礼拜五大买8万张 今天大卖6万张 所以说明天在行情的电脑板 今天起的明天就不会起了 今天你滤的明天就会跌起来 因为今天外资的动作是完全颠倒 跟你上个礼拜看到的行情是完全颠倒的操作 今天外资外资的今天都没带了 今天外资台今天都穿回去 听到没有 明天的行情跟今天的电脑板走 这波外资也是买国泰金 买超第二名 买富邦金 也买得很凶 富邦金我对42块就开始说了 你们都知道 我从42 43 44 45 我对42块一楼抹起来 起了85块 一杯 整整赚了一倍 还不止 因为又有除权除息 肩负邦金除权 一块银 一串倍一百五 今天起3% 买盘回去便盘 这波最强是谁 其实不是联电 联电28%而已 对不对 这波最强是润泰权 一直大起 一直大涨 今天又大涨9% 127.5% 这波润泰权涨了35% 比联电的28% 联电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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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润泰权 联电28% 润泰权35% 平均更多 润泰权我也是 我六十几块就在说了 我六几块钱就一直讲了 从六几块钱一直讲 讲到现在 已经127了 已经一百六七块了 那127还是便宜 不是啦 今年赚两个股本 净值185块 还是很有想象空间 还是很有想象空间 可是涨高之后 我就不建议你去追高了 外国故事就是这样 第一我会一直买 高我就不再建议追了 高票折不费 你才会贪大钱嘛 对不对 你一直在追高 高票利润被压缩 反而是危险的 你看这波金融股的部分 都很强调 那为什么会走金融 跟联电台积电 你要大型全资股去扭转嘛 所以这个叫出声波嘛 可是当出声波已经 确认之后 你再一直拉大型全资股 效果就不好了 当结构出现之后 你要让更多人感受到 多头的气氛嘛 什么叫多头的气氛 就是大家能够 很轻松赚到钱嘛 你落众行情涨了1300点 你非要买联电台积电 金融股 不行 你买其他的 就赚不到钱 那这样不健康嘛 既然是多头 你要让很多人感受到 诶 就好多钱耶 不能偏颇 只有在少数族群而已 所以接下来主声段的接棒 克不容缓 主声段的重点就在基优股嘛 所以他进行 跟大家提醒过 联发科爱注意哦 主声段接棒的主角 站上920就开始叮当啊 上礼拜 曾经有两天涨到945 正好半年线押注 爱注意哦 半年线如果站上去 主声段就开始充啊 可是半年线押注这两天 礼拜五跌 今天又跌 那今天为什么跌 那市场消息乱七八糟啦 上礼拜五 花青梨 今天又有人讲 联发科降目标 市场就是这样很奇怪 一下行好 一下又降目标 那再让乱七八糟 一下多一下空 会让市场分乱嘛 沒關係 我跟你说联发科 明天联发科也会起来啦 后面你要注意联发科 只要945元 半年线如果站上去 联发科就会开始充 那时候所有乌云都会散去 所以接下来联发科这几天你要注意 联发科如果一涨 那么整个主身段一发动之后 整个行情跟前面两个礼拜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大家不要担心了 面板驱动IC 很乱耶 你看联勇 8月7号喊1000 月初喊1000 月中就变成400 对那月底 又说订单满到年底 是不是很乱耶 那9月1号又说 又喊780 对礼拜五又喊700 然后今天报纸又出来 这么大一篇 今天报纸又这么大一篇 面板叠价拖累驱动IC 这会不会要搞到神经分裂啊 精神分裂啊 对每天都有不同的消息 一下看好一下看坏 一下看好一下看坏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 代表很多人在关注啊 如果大家都不闻不问 那反而没机会对不对 那大家询问度很高 一下调高目标 一下降目标 把你搞得分头转向 代表人在看这组的股票 那你不要尽兴嘛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看今天报纸一出来之后 今天报纸这样下 连永坚跌了26块钱 可是今天下午发布出来的消息 8月营收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是年参第八个月 你看从今年开始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 年参第八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上市过没有一件事了 年参第八个月5月营收历史新高 今天报纸人生了 去都要是被拖累 明天是怎样 明天反省一开就开真烦了 明天反省一开就开真烦了 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今年赚55块 连续八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国家报纸人生了 我上礼拜给大家 算可以给大家看了嘛 对 连永宜他每年的获利EPS 跟股价的高点来计算的话 本一比都在15倍到19倍 没有例外过 所以你要注意啊 明天恐怕整个会改观 面板驱动案是今年成长性最高的 都是两倍数以上的成长 我上礼拜算敦泰给你看了 二三天 二十三天 二十二天 二十四天 这一半十三天 下来第二十六天 所以说两天里面会翻转 兼敦泰也下6块钱 可是趁跌的时候外资大买了 有没有看到 发布利空 拎木材大木材了 然后连永营收创历史新高了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在砍这些股票 明天就麻烦了 今天最 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 你看头版头条登这个消息 面板驾雪崩到年底 你报出来可以报这个消息吗 你要报下去 散户不杀股票才有鬼 可是你看今天 开低6%回到平盘 上末的 外资大买6万6千张得一名 你们看布杀 股票抬了之后 外资全部抹去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群创12天12天11天14天 有没有13天12天 都在走12天的倍数 这是下间第二三天 明天在第二次四天 两天在转折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看法 才不会被消息 被外资牵着鼻子走 现在有很多股票 今年赚大钱的 都还没有涨 这后边都三十八五十八的去 掌握最好的进场机会 接下来明天开始 整个行情会完全改观 跟上你的脚步 继续很高 学生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力气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明天的行情会跟今天颠倒 这几天起的明天停热 这几天没起的 明天就开始翻过来 你要注意 因为即将由出生坡 要进入主生坡 业绩股你要注意 你可以去找种 我教你的 大盘所办年线 它已经破到年线 尤其今年业绩大幅攀升的 你找种股票 后面很多都有50%的行情 后面很多都有50%的行情 最明显的 国具 国具跌到400分那天 我告诉你 好机会来喔 你看在7月6号 外资喊880的时候 我叫你不费 讲完之后 国具是不是掉下来了 那国具掉下来 这一波行情里面 人家日本两大厂都没有跌 春田制作所没有跌 太行诱电也没有跌 然后国具 反而跌成这样子 那你还不敢买 人家没跌 我们跌在身上 你还不敢买 你看到讲完之后 从435 上星期起来 四百九十二 会这样跌起来 五十七块 八天 十张贪五十七万 这两天压下来 让你买的 今天475 我也是继续加码 我上班给大家看过嘛 国具压下来 太行诱电是创新高 创今年新高 春田制作所也创新高了 你看上个礼拜 太行诱电涨4.4% 礼拜是又涨1.6% 礼拜又涨1.2% 你知道今天太行诱电 大涨4%耶 你看这算已经 破今年的高点 今年高点国具是644嘛 太行诱电是6370 今天已经冲到7060了 价格的管点又10% 春田制作所也继续充滴 国具剩下最后 年线还站起来 国具会开始堆啊 所以你要注意嘛 你要做国具 你就跟着林德燕做就对了 我今年三百二十四块 我今年三百二十四块 携回完做到六百四十四 今年三百九十三也是我第一个买的 那这一波 四百五以下 我们都买 既要四百八十七国具 站起来就开始冲了 要注意哦 你想操作国具的跟我做 比特币概念股又占回五万了 这两天站起来到五万里站起来 对两万倍的站起来五万里了 比特币概念股 你看跌这么深 百三楼纯八十 去年赚六点八 今年是十八块十九块耶 便宜到四倍而已啊 是不是开始上当了啊 华硕也是啊 今年九块是 今年三百二十块耶 股价都腰斩 华硕也是 华硕今年三十六块 今年五十五块五十六块 这要不要开始上当了啊 还有很多好股票没有十党 没有时间一党一党告诉你 赶快跟上我行列 净座票三十八五十八 要不要开始上当了啊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